牙医师全神贯注帮病人处理口腔问题 旁边少不了牙医辅助人员 让流程更顺利 不过牙柱要入行几乎没有门槛 品质良有不齐 卫福部计划修订口腔卫生人员发草案 未来都得国考才能取得牙柱证照 口腔这个牙医助理没有这样的规范 也就是说这个叫做口腔卫生师 他的角色不只是当牙科助理的角色而已 他也可以去接住这些老人家 做口腔卫生的教育 修法一旦通过 就必须是口腔卫生系毕业 或有辅系双主修才有资格考取证照 目前相关科系毕业生一年约有四百人 将不用再和一般民众抢饭碗 对我们的那个牙医工作的效率 还有这个病人的安全 还有医疗品质 当然是会有很多的帮忙 国内现行牙医辅助人员约有六万多人 考量工作权益 草案中也设立落日条款 五年内可修满规定学分 取得应考资格 进一步获得合法牙注保障 六万多个人的工作权 能够能得到适度的一个照顾 活着能造成 所以牙医工作就会停顿下来 牙注正照化之后 除了器械清洁消毒 也不排除放宽工作内容 提升专业价值 大约新闻蔡林李明华 台北报导